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史上最好的纯形拟合模型 你说什么叫纯形拟合 就是对口型 给它一声音来视频 然后可以将视频当中的人物对着这个声音来生成对应的口型 我们把它叫纯形拟合 这个是由字节跳动研发的一个技术 叫Latant SYNC 顾名思义它是在浅空间里边来拟合这个纯形 所以说整体的效果比之前的技术可能都要好很多 它这里有很多的例子 那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是原版的声音 那大家听一下这是你和之后的 非常地棒 它除了你和这种实际的人物之外 其实还可以你和这个动漫人物 比方说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你和之后的 总体来看呢 其实它的英文呢 其实还是比中文要好很多 另外我们真正要用的话呢 其实呢不能用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你要注意啊 这里边呢 它很多的这个程序呢 都是SH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Bashout 也就是Linux里边这个命令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最好是用在哪呢 是安装在Linux系统上 当然呢你可以开启Windows的讯息机 然后呢来装这个东西 但是相对以来讲呢 性能呢就差很多了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在Configware里边来用啊 那么这个扩展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把它移植到了Windows下边 因为在Linux下边呢 有很多的这个包呢 可能在Windows下边是不支持的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 硬型去装这个包 可能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啊 那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装这个 这个呢也有一些这个 对应的效果的展示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 那么当然呢这只是它演示的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测试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看一下我们这有一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 呃就是一个跳舞的啊 它本身是没有口型的 那你注意当我鼠标移上去 我们听到只有音乐 哎对吧 然后呢我这用了256帧啊 然后呢来输出了一下这个视频的某一个片段啊 然后呢我这有一段音频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会发现很多诗里包含着多种学科的浪漫 日照香炉生子烟 这个是我之前下载的一个音频 呃这个音频很长啊 六分多钟 呃当然我们用可能用不了这么长 因为它会根据音频和视频交短的那个来匹配最终的结果 因为我这个视频比较短嘛 只有256帧 所以说呢结果也不会那么长啊 那我们下边来听一下这个最终的效果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会发现很多诗里包含着多种学科的浪漫 日照香炉生子烟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 但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东西你要做出这个效果来 其实呢 你如果直接拿一个视频和音频是做不出来的啊 那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呢 这个我们待会给大家细说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啊 我们先说这个扩展的安装 大家注意啊 这个安装过程呢 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进到我们的custom node里边 然后呢 把它克隆下来啊 克隆的时候尽量的把这个点这的去掉啊 然后呢 进到这里边 安装这个依赖包就可以了 然后重启我们的confie不出错就可以啊 另外我们下载这个模型的时候只需要下载这两个就行啊 不用全部下载 因为这里边模型会比较多 它原版里边呢 也提到了一个事情 我们在靠下边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呃 说如果你只需要推理的话啊 就你不需要训练 那么你只需要下载这两个模型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跟这儿是一致的 好 下边呢 我们就看怎么来安装 那首先呢 我们进到custom node里边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址栏里边敲一个cmd啊 然后打开命令行 下边呢 我们用这个克隆 将对应的这个仓控呢 给它克隆下来 这个时候要保证这个网络是畅通的啊 下面呢 我们进到这里边 然后安装一下扩展 注意这儿这个 pip的源呢 我用的是轻滑的啊 因为这样国内的速度会更快 其实要安装的bottom并不是特别多 很快就会装完啊 下边呢 就是下载这个模型啊 我们点开这个链接 这个是latan的sync 在这个包包脸上的这个页面 那我们点开files and version 我们可以看到对应的模型啊 大家下的是这个3.4G的这个 这个大家也可以参照主页里边的公路结构啊 然后我们需要进到whisper里边 将这个tunny.pt给它下载下来 大家需要在我们的这个checkpoint目录里边啊 建一个类似的目录 一个是whisper啊 一个是我们刚才下载那个模型 那最终的模型结构呢 是latan的sync里边 我们可以找的checkpoint啊 昨天有3.4G的这个模型 然后whisper里边有这个tunny.pt 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剩下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启动我们的convUI啊 你只要发现没有错误 这个就可以了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workflow里边啊 找到对应的这个工作流 把它拖拆进来 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需要上传一个我们的视频 这个就是它官方的视频 然后呢 我们来上传一个 它官方的这个语音 然后我们听一下 这是视频啊 我们听一下语音 are you a broke beauty like me that loves to gamble 好 下面我们跑一下啊 大家注意啊 它采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我在这儿呢 给它fixed一下 那我们直接给它跑一下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看到后台的这个工作流 大家注意啊 它现在呢 开始进行视频的处理 大家注意啊 它会将这个视频呢 给它重采样成25帧 下面呢 它检测到了250张里啊 其实就是250个画面 然后呢 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下面呢 开始推理 大家看一下这个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啊 我们就等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这个推理到100%呢 就代表着我们完成了 下边呢 其实就是后续的这个工作流 要做的事情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 现在呢 在生成所有的这个视频啊 你把250帧真的是很长的啊 所以说这个采样速度呢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好 下边我们感觉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挺棒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传一个我们自己的视频 你可以感觉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他本来的声音是这样 如果说李清照 仅仅想做个词人 那我想他的人生还算不上悲剧 然而除了诗词 他偏偏还有着家国之志 17岁的时候 他就以一句 不知富国有奸雄 但说成功尊国老 骂遍了所有歌功颂德 下边呢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我改成256 以保证他能够比较快的采样完成 然后音频我不变啊 所以我现在呢 给他跑一下这个流程 同样你可以在后台监控这个过程 好 现在采样已经完成 我们来听一下 Are you a broke beauty like me that loves to gamble but doesn't have this money Then you have to download cash bash This slot game 可能大家感觉 没有他原来的那么好 对吧 内主委我再换一个音频啊 那我们换一下这个音频 大家听一下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会发现很多诗里包含 然后我们再跑一遍啊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啊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会发现很多诗里 包含着多种学科的浪漫 你注意他后边啊 他后边其实对不上的啊 这个呢 就是很多人可能跑他 原来的例子就觉得跑得很好啊 但是跑我们自己的声音和图像呢 就会出很多的问题 那这里边呢 其实是有一些要点 你没有掌握住的啊 那这些是什么呢 我们就注意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那我们回到这个Liton的SYC的 官方的首页上呢 我们在数据处理的这个 Pipeline里边啊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 第一个呢 就是Value啊 需要重采样成25帧 而声音呢 需要采样成1.6K 也就是16000赫兹 所以说呢 它对声音和视频呢 是有要求的啊 不是说啥都行 那所以说呢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也要遵循这样的一些方法啊 那么视频这个好说啊 就是当我们去处理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以通过 这儿来强制改变这个视频的频率 甚至呢 你可以通过false rate 这儿也可以改变 但是音频是比较难的啊 这个怎么去做呢 这个你可以用Python的程序来处理这个音频 当然你可以用别的工具啊 那我们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我不会写程序怎么办啊 这个不用你写啊 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做 大家呢 可以打开任何一个大模型啊 比方呢 我习惯用的是cloud或者是这个什么奶都可以啊 我们可以让一个大原模型帮我们来写一下啊 说用Python写一个程序 然后将这个声音重采样到1.6k赫兹 也就是16000赫兹 然后他就可以写一个程序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 你要注意啊 他在这儿写的这个输入文件和输出文件是固定的啊 就输入一定的叫input 输出呢 叫啊这个output-16k 所以说你需要改这个文件名啊 不过没关系 你把它呢下载下来 然后拷贝到你的声音所在的目录啊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输入叫input 输出就是这个啊 然后这是这程序 那你要改哪个声音 只需要把它改成input.wav 这是我处理过的啊 所以说我把它的名字改一下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啊 那我们点开这儿 然后敲一下cmd 同样的我们用一下config自带的python 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程序呢 在你config的安装目录里边 应该有一叫python-inbedded 里边有个python.ese 然后你现在执行的这个程序呢 应该是啊 audio resample啊 所以说呢 我们敲一下 audio 然后tab键啊 然后呢 我们这儿可以自动补齐 直接敲就可以啊 回车 然后他会加载input 然后呢 把这个声音转换成啊 16000啊 就是1.6k 那在这个目录下边呢 你就得到了啊 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他和这个普通的文件 有什么不同 你要注意啊 我们属性 可以看一下详细信息 他的这个比特率呢 是256kbps啊 而你原始的固压是这么多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而你去看你下载的官方的这个 audio和value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看audio的部分 固压都是256k的 所以说这个需要有一个重采样的过程 那下面呢 我们将重采样的重新再跑一遍 上传啊 我们把这个重新跑一遍 然后这个25帧嘛 这个他会自动的去强制修改啊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没必要的啊 主要我现在把它转回成一个输入项啊 现在呢 我就改成固定的25就可以了啊 其实这个节点要不要的意义不大 下面呢 我们重新再跑一遍 好 这已经直信完了 我们再来听一下啊 日照香炉生紫烟 摇看瀑布挂前川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诗里 包含着多种学科的浪漫 大家有没有听到啊 就是这个整个的纯形拟合呢 就变得非常的棒了啊 所以说呢 并不是说你拿一个音频 拿一个视频上去就可以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再来测一个 那我们上传一个视频 这个呢 就是抖音上的一个跳舞的视频 它本身没有纯形啊 然后呢 别的我们都不用去改啊 下边我们直接跑一下 大家注意啊 这个等待的时间很长 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分辨率是1920x1080的啊 是完全的一个高清的视频 而我之前用的那个啊 其实呢 分辨率是不大够的 对吧 好 现在呢 已经完了啊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常说诗词很美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会发现很多诗里 包含着多种学科的浪漫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钱穿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拟合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好啊 那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个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我在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工作流 并不是最新的 因为其实我很多视频都是提前 大概五六天录好的啊 或者是提前五六天都已经把所有的这个扩展安装了 那可能我在录的时候并没有去更新 也就是你现在拿到这个工作流 可能跟你真正的去拿到那个扩展的工作流 是不太一样的 呃 这个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住我说的要点啊 对于这个来讲 它的要点就是呃 视频分辨率一定得是25帧 而那个音频的采样频率呢 一定得是1.6k啊 从属性上来看 就是它得是256kpbs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关键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 你同步出来呢 它虽然纯性是对的 但是它跟声音对不上 你看上去它好像是乱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对于分辨率是没有要求的 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输入视频 而跟我们之前的一些类似的技术 可能要求必须得是方的啊 是512乘512768乘768 而这个问题在Litent的SYNC上呢 是不存在的 那么希望大家掌握这两个要点 然后就可以做出来非常棒的 纯性拟合的效果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